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古人云高分看媒体低分看个人 相信大家玩过之后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嘛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首先就要为大家奉上的就是 一在魔度的IGF20V4对像素游戏 僵尸别动队制作人进行的专访 这可以是咱们自己国内的独立游戏开发团的哦 能参加这次开发者大会足以说明他们的优秀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另外僵尸别动队这款游戏还获得了最佳移动游戏奖 游戏素质自然是相当出色的 我不得不说这位制作人不仅参赛的心态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幽默嘞 最后领奖的时候竟然是使用三种语言发表了获奖感言 简直让在座的朋友为之疯癫 我们赶快去看看前方的报道吧 接下来呢一一采访的呢就是僵尸别动队的制作人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陶文我是僵尸别动队的制作人 好那这个制作团队大概有几个人呢 我们的制作团队的话一共是三个人 我负责整体上的制作方向 那个所有的文本的localization以及就是本地化 这个游戏一共有13个文字哦很厉害的 哇塞13个语言 对有13个语言我自己操到了四个语言搞得很辛苦的 你这个比任天堂厉害啊 对对对我是英语专业的嘛 然后我负责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话有一个程序员叫唐一飞 他负责所有的技术的方向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策划叫方号 他负责了所有的关卡的制作 以及游戏内难度的调节 哦你刚刚说你是学英语的 对对对 对然后呢怎么会走上这条独立游戏的不归路啊 对做游戏确实是一条不归路 那个从小不努力长大做游戏嘛 对吧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那个我是从五岁开始玩游戏 然后的话最早玩了魂斗罗 马利奥然后勇者斗罗 再往后的话博德之门之类的游戏一路玩过来 我从初中开始就立志一辈子要跟游戏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那就好好学习呗 然后发现英语还是比较好学习的 于是我大学就学了英语专业 后来发现那段时间日语游戏做的比较好 于是我又顺便选求了日语专业 所以我就最后成了一名职业翻译 你这是够了 那你说你是学了这么多国家语言 然后呢为什么又没有就是说去学什么做游戏的课程吗 实际上是因为那个当年本科填制院的时候 一所游戏院校都没有 那时候才2002年嘛 所以说没得挑将来总得找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对不对 然后的话就选英语系 好那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游戏 好好好 江湿别动队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打来跑的一个游戏 它的战术很简单 就是打然后跑 在游戏中逻辑的话 你会可以就是说用一根手指控制整个团队八个人 最大八个人 然后有前排有中排也有后排 然后你用一根手指控制他们 他们在走动的时候不会打 然后到如果说遇到僵尸 在攻击范围内的时候 你只要松开手指 他们就会按照自己已经设定好的逻辑去攻击 打完那个一定的目标之后 选择下一个攻击目标 一直到范围内所有的僵尸全部都干完 好暴力 然后游戏的话一共有六大场景 实际上后面还有更新 一共会有大概八大场景 在全球范围内打僵尸 现在的话有中国 埃及 日本 俄罗斯 51区 以及一些地下城 那这个 我看到这个是像素风的 然后呢 而且呢 业界口碑还不错 如果把这个像素风 替换掉别的风格的话 你觉得口碑还会好吗 嗯 我觉得的话因为 我得承认首先第一点 做像素的话是因为我当时目标就是定准了苹果推荐 虽然说这个目标也算实现了 那个像素的话本身它是一种很好的纯粹的游戏的表现模式 然后从像素时代走过来的我们的话 对像素也有一种很深的情怀 所以我这次我找了英国 美国 中国 成都 上海 北京 很多的兄弟帮忙 最后才完成了这部游戏 像素游戏其实是很难做的 对 这是第一步 然后的话 在游戏的发布 以及玩家测试过程中 发现就是说 本身游戏有很好的可玩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再回答那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说不用像素模式的话 这个游戏还能不能卖 我觉得的话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商业模式 如果说游戏本身是好玩的话 那是做什么样的美术风格 只要找到用户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独立游戏开发 没有资金 没有渠道和资源支持的情况下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一定要搞定苹果推荐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的 这个独立游戏的制作氛围 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nice 对对 其实现在国内的话 通过这一次 我也认识了北京和上海独立圈的很多朋友 现在发现就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市场上来讲 对独立游戏的需求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说有一些fans 会非常的支持 但是它整体上人比较少 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商业模式 有一些少量的 非常少的游戏成为了幸运 而成为世界级的大作 比方说Minecraft Terrorreal之类的游戏 但其他的独立开发者 其实都还在挣扎之中 国内的话 现在商业化信息比较重 大家都在想着 那个王新闻算什么 我也能做刀踏传奇啊 遇到的都是 你这个太大声了吧 没关系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我不是这么想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上 国内的气氛比较浮躁吧 对于独立的开发也好 独立的选题 未来的发展 以及整个业界的那个蓬勃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那我刚刚听你说了之后 我发现其实你的这个游戏的制作团队 可以说其实不止止三个人 对 就是很多隐形的 对 然后那这次呢 入围到这个IGF 你觉得你这款游戏 这次的竞争力是有多大 老实讲我是来玩的 对 我是来玩的 对 那个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次来参加IGF 实际上是业内的各个朋友 对我的一次肯定和鼓励吧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说老实话 没有很强的胜负心 没有想来这次 就是说拿一个什么上面的奖 我主要是希望能够认识 更多业界的朋友 能够互相扶持 互相努力 包括我跟那边与世团队的 那个老蔡他们关系也很好 对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 把独立游戏 把这种精神能够做下去 能够不要让它就很快的腰折掉 我们一定要一起 要做 还有很长的路腰组 所以说得抢不得抢 对我来说不太重要 那还挺志向远大的 然后再来说一下 就是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游戏市场好了 除了电竞 然后呢 现在这个微软已经来来到中国了 然后呢 你觉得对中国的游戏圈有什么影响 或者是 实际上从02年开始 那个国内的话 有长达12年的一个游戏圈 那个主机游戏的一个禁令 对 现在刚解禁的话 虽然说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括大家也知道的 那个版书啊之类的 大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觉得整体上的氛围是好的 国家也开始渐渐的意识到 游戏作为一种文化实力是可以作为国家的主竞争力之一的 另外它是那个叫无烟无染嘛 大家都喜欢 对 所以说我说从长远上来讲 我看好中国游戏 不管是手游 主机游戏还是夜游 都会向着一个更加健康的方向去 但这个中间的话 我希望我也好 其他的各位红人也好 能够更多的给予独立游戏一些关怀 或者说一些支持 对 因为就好像好莱坞有很多做独立电影的 有很多做实验电影的 其实很多实验电影和独立电影 都为后面的商业电影提供了很多的技术上 以及选材上的一些那个借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整体上的循环 制作人最近在玩什么游戏 手机平台上面的话 果然还是COC 也就是Clash of Clans 玩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在将军平台上面的话 以前那个落下来的课太多 现在在补最终幻想 挖的坑比较多 好多游戏 好多游戏 最终幻想哪一作呀 我是最终幻想从一代打到现在的 他也是我学日语的一个来源 对 现在打的最多的还是最终幻想十二 十二 好 然后呢 就是既然来了IGF 然后呢 当然要取得好成绩是不是 所以说不要气馁 不要说我是来玩的 我是打加油的 那好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 可以介绍我们的采访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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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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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恭喜将士别人为获得了最佳移动游戏奖 展示了我们国内独立游戏开发团队的实力 我说的没错吧 制作人是不是很幽默呢 当他使用了日语说出获奖感言的时候 我真的是吃了一惊 于是我总结了一条心得就是 不会说日语的学霸不是好的游戏制作人 开玩笑的 那么看完了IGF伴奖典礼 接下来就是你们想念的一同学在上海为大家带来的前方报道 此次他转战到了完美世界的游戏体验中心的上海店 全方位的介绍体验中心的内部 而且他还为大家准备了互动奖品要送给参与回体的朋友 简直是福利啊 哈喽 我是依依 前两天呢 看节目呢 看到了最口袋同学呢 去到了完美体验中心这个北京站呢 去试玩体验 然后呢 我觉得非常的爽 所以说在GDC 然后IGF颁奖之后 结束了之后的日子当中呢 我当然也是要来这个上海的这个体验中心 来玩一玩 我身后的呢 就是上海站 接下来我就要进去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像北京站一样炫酷 来 跟我一起走 然后呢 进到这个屋子当中呢 你会看到有两个分区 然后呢 也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呢 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这个XBOX的体验 所以说呢 一线到这边来呢 会看到这个手柄设备体验区 然后这里呢 大家都会拿起手柄 然后不像是有一些操纵感的那种 那种设计 把他脸挡住 因为他真的很丑 然后呢 我们再往那边看一下 好 那现在一呢 来到了就是有这个微软主色 叫绿色的这个墙这里 然后呢 在刚刚呢 我也看到有两个同学在这玩这个 极限竞速舞 所以说呢 顺便采访一下他 Hello 你好 你好 然后 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中午的时候吧 中午的时候 然后呢 感觉如何 很好 很棒 很赞 然后平时之前有玩过吗 有时候会玩 有时候会玩 家里是有这个XBOX360吗 没有 平时的话 大概就出去 或者去东京家玩的时候 然后 然后 有没有准备说想入一台 很想 很想 那你入啊 我很想赶紧的 主要是没钱是吧 对 资金问题 然后呢 来说一下这个游戏好了 然后你觉得这赛车游戏 和你平时玩的赛车游戏 有什么不同吗 这的话就是画面很棒嘛 然后 很真实 好 接下来继续玩 好 不打扰了 然后呢 再往这边看呢 可以看到这个 卖这个什么 手柄啊 还有就是充电器的线呢 还有这个套组 还有耳机 看价格的话 539一套 比要单买耳机 配那个充电线 要核算太多了 在这边呢 我也是看到 有一个工作人员呢 现在在坐在这个 极限竞速的这个 方向盘 然后呢 脚踏板 这样我想到 今年在ChinaJoy的上面呢 也是玩了这个 索尼旗下的一款GT6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就来试玩一下这个好了 我可以试玩一下吗 好 谢谢 我可以试玩一下 好 来到完美这个游戏体验店上海站 我也是可以采访到如此之帅气的店长 哎呦好帅啊 所以接下来呢让他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游戏前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外面世界上海体验中心的店长 一帆 哈喽 你好 不要那么紧张嘛 我看这兔耳朵一直在抖一直在抖 然后呢这个店长身高 你大概是有多高 我身高有1米89张1米9 对大家可以看 摄像大哥可以给个这个镜头啊 我如此之高的这个身高和大力可以盗我眉毛 但是呢我要踩着这个店长时 然后呢来跟他做采访 好 那接下来呢我就问几个问题好了 首先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上海站的这个完美游戏体验中心呢 我们上海完美体验中心呢 坐落于上海市仰谷区 不交场 菜神市广场 我们体验店呢 目前总共分为手柄游戏体验区 体验游戏体验区还有外设游戏体验区等多个区域 然后呢最近就是从开店到现在 然后呢我们这个上海站会有什么活动吗 就是面向一些来体验的玩家 对 我们现在的话呢一共有两个比赛 一个是无动online的暴走模式的 这个副本通关的一个竞速菜 还有一个是极限竞速5的一个赛车游戏的竞速比赛 都有什么奖品啊 我们的大奖呢有Xbox One 还有一些很神秘的礼物 这个算吗 对 我手上这个也是礼物的其中之一 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不服 我可以来挑 然后呢可以抱走Xbox One 还有这个可爱的裤子 然后当然还有这么帅气的店长 那从开店到 你是无送的 你是无送的 吓了我一跳 那从开始就是开店到现在 大概就是接待了多少个体验玩家呢 有没有算过 可能有将近有一千人了吧 这么多 对 这开店没有几天了 对 我们是11号开店的 然后因为这边物料厂的话能流比较多 然后周边有很多这种商业中心 所以说我们接待人数会比较多 所以说大概我们是有多少个小伙伴 然后呢可以跟大家进行交流 和告诉他们如何来进行这个游戏呢 目前我们店内一共有13名小伙伴 然后如果大家来体验的话呢 每个小伙伴都会为大家满意的服务 好 如果呢你在上海 然后呢也喜欢玩游戏 或者是呢也想买一台这个Xbox One回家 但是呢不知道好不好玩的话呢 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上海的完美游戏体验中心 然后来体验就是不一样的四十代游戏 好 也非常感谢店长 然后抱着这个可爱的这个奖品 然后呢在上海等着你 然后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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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的上海之行呢 也也是参与了夏季DC 同时呢也是参加了IGF的颁奖典礼 同时呢也是来到了完美世界游戏体验中心的上海站 啊感觉这一趟之行特别的丰富 那今天呢也是在这个上海站的完美体验中心呢 拿到了这只屎屎兔子 然后呢也是在这一期呢送给各位这个收看GAMEFC前夜的回铁的老爷们 然后不知道谁会得到它呢 呃其实呢关于GDC呢大家也知道 然后不仅仅是在中国 然后世界各地呢也是每一年呢都会召开 所以说呢接下来GAMEFC前夜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大家去各种地区 然后呢去参加不同的展会 然后同时呢也会持续关注各地的GDC的现场的报道 那以上呢就是依依在上海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 然后呢请各位持续关注A9VG 持续关注GAMEFC前夜 记得哟要刷楼然后得到这个奖品哦 好开始大家好 我是前面介绍过在A9混的FOX 这个现在介绍一个新的我们员工 韩侯老师的来吧 我的A9ID是Kelvin 然后欢迎光临完美世界游戏甜店 还有没了吗 没了暂时呢 那当然需要了 我们店有非常帅的店长需要一下过来介绍一下吧 不好意思我们店长非常不好意思 很爱游戏的 我们我们是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你不要 不好意思我打个小广告 如果有喜欢这台东西的名字不说大家应该知道了 喜欢过来连连记啊或什么交流一下感情的 也可以随时过来 过来请找潇潇 好 我一般在A9都是潜水的所以大家不用搜我了 游戏前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完美世界体验中心 那这位是我们的店内帅哥 让他们 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游戏 游戏前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开心的是在这边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 这样子 我们这边是五角厂的一个店 上海的唯一一家店 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过来来我们这边做一个体验 我们这边基本上手柄体验区 还有体感体验区都有 什么游戏都有 欢迎大家过来 谢谢 我来报一下我A9的账号是Fox 我A9的账号是Wilder Child 我A9的账号是寂寞少年 我经常混在PS3区啊 还有就是合金装备区 我就混一些游戏大作的专区 那要说其实也不多 大家就是如果是上海的朋友 或者来上海的朋友 可以来我们店试玩和参观一下 我们店有最好的服务 有最帅店长 就是缺点妹子 还有最乐情的员工 你咋这场子呢 没有一点啊 你就为何再疯了呢 有什么意思的 我这个人要不要 他又一把女生 就会给你 我这边